杜姑呈现的地方也就是庙里 是人们遇到问题会去问答案或是求平安的场所 我知道啊 就像考试的时候拜文昌帝君 求桃花就拜月老嘛 像那个峡海城隍庙不是超级多人去的吗 听说很灵哦 那你有没有为了什么问题去庙里拜拜过啊 没有耶 我遇到什么事都是先吃一顿跟睡一觉再说啦 看来你跟杜姑很合得来 庙的经文写作这样 外面的眼部是行符 里面的字啊其实不是潮 而是潮的一体字 也念作潮是身符 真的是什么怪字都有耶 眼部有房屋的意思 说文将庙解释为尊祖先茂 庙原本是指祭祀供奉祖先的地方 像是宗庙 后来啊则贩指让人祭拜的建筑 嗯其实庙也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生活呢 怎么说啊 例如一个有出海需求 常常要祈求航行顺利的地方 就会有妈祖庙 人们的生活中需要求什么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神明和庙宇 某种程度上来说 庙宇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生活形态呢 确实是这样没错 小光你今天很有想法耶 我一直都是一只有内涵的大象 庙宇除了是人们祈求各种事情的地方 庙宇的建筑雕刻也是很重要的艺术风格展现 庙更是人们可以交流和进行社交的场所 在我们的社会里扮演了很多种的角色 是重要的文化资产 庙宇真是个有意义的地方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